醫生 醫生 我沒錢 我們剛才的工也好 你可以去找小工啊 找小工 真簡單 找社工真簡單 2018年數位教材爭霸擂台賽 在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舉行 有居家服務 藥品使用 反讀探索桌遊等七個主題 製作未教短片 以有趣且有效的方式 傳遞醫療資訊 我們是想學生 透過他是以自己民眾的角度 來製作適合他們的影片 我們希望這些影片過來 都可以在我們醫院的頻道 或是提供給相關單位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 衛教的尋找 以前我們不知道社工工作是什麼 但是從這次我們學到 就是社工在醫院上 都需要他們幫助 像是民眾的意見提供 大學課堂不再局限在 學校教室裡 嘉義大學與大林慈濟醫院合作 帶領學生走向食物場景 了解食物問題 再將所學應用出來 那我個人覺得蠻感動的是 我覺得學生的可視性很高 對 只要給他們機會 給他們舞台 他們事實上是可以做出一些東西 而且可以超乎我們的期許的 透過年輕人的創意 醫療衛教變得簡易有趣 業界與學界攜手合作 為學生提早儲備職場力 大愛新聞 謝金榮 林欣宏 嘉義大林報導 教導